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剧场 银河数据的年榜出来了 就是爱奇艺腾讯优酷这些播放平台都在用的那个统计电视剧脱水播放量的银河数据 2023年的年榜一出来 数据大神们便开始做各种数据表格了 根据之前的统计 从2020年到2023年 那与演员主演的电视剧累计播放量榜首一直是任佳伦 而2023年任佳伦只播了一部暮色新约 这部剧播得不算好 加上被女主连累的本来要播的无忧度暂时播不了 再加上跟经纪公司的合约即将到期 被各种打压限制 2023年可谓是任佳伦极为低调曝光率极低的一年 本来以为经过这一年之后 会有演员后来居上超过他之前的成绩 结果统计完数据 任佳伦还是第一 无论哪种统计 超过51的 超过100亿的 只统计一番也好 连二番一起统计也好 无论哪种方式 任佳伦依然稳坐榜首 超过100亿的一番演员 任佳伦还是第一 用暮色新约里的那句台词来应景让你一圈都赢不了我 恩 任佳伦2023年都让了你们一圈 还是没人能超过他 那些天天喊住一年三报 三年三报的 平时口号喊得响亮 营销的天上有地上无的 一看真实的脱水播放量 也不过如此 2024年 我们国超还有三部大剧烈焰之舞更迹 无忧度 流水迢迢会播出 看来这个榜首的位置 还要继续坐下去哦 PS1 有人说数据是粉丝刷出来的 笑死 粉丝能控平刷热度 但是这个云和数据统计的是脱水播放量 就是每集播放时间20分钟以上才算一个播放量 不是按一下F5刷新一下就行的 所以这个是粉丝刷不出来的 粉丝要刷也只能刷前台数据 但是前台数据会被云和统计的时候自动过滤掉 所以有些剧 你看前台显示好多好厉害的样子 那些数字看住好漂亮 尤其是驻水尘海的芒果TV 随便一个剧每天播放量都能破亿 然而云和一统计直接给你去水从一个亿去到一百万 所以芒果TV的前台播放量向来狗都不看 也没人会当真 爱奇艺和腾讯视频的前台播放量也会被云和不同程度的砍掉 如果脱水播放量粉丝都能刷的话 那顶流们不得不布剧都急军破亿 然而并没有 二 又有人说人家伦播放量高是因为它播剧多 累计起来就多 确实 2023年之前人家伦播剧是挺多 每年都要播好几部 但这也正好说明它厉害啊 不压剧 还一部播一部 每一部的脱水播放量都能进云和年榜前50 有些演员也播的不少 但是播放量连年榜前100都上不了 岂不更废 还有些扑到你们都以为它没播过 甚至听都没听过 比如那个粉丝天天吹三年三报的 有两部急军只有几百万 还有一句扑到连云和榜单都上不了 云和榜单一般统计前100 它那部连前100都不入 可笑而知有多扑 粉丝则当没播过 大众也以为它没播过 相比起来 人家伦每部都有水滑 怎么不叫有效播剧呢 所以 即便人家伦低调 不爱营销 不买800营销号给自己吹逼 但各大平台依然爱找它拍戏 且都是头部大剧 因为它底盘大 剧粉多 平时不出风头 不炒作热度 但一播剧的时候 剧粉们就来了 平台找这样的艺人拍戏也省心 不作妖 是少 营销投入低 但播放量喜人 广告商愿意投他 收益显著 双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符